1. 原始点找法及按推直力量、时间与次数 原始点大多位于骨旁处,有规律地分布在一条脊椎、颈部、上背部、下背部、 肩椎部及其余七处部位——头部、肩部、肘部、手背部、臀部、踝部、足背部。 每一部位原始点都有明确的涵盖范围,共同变覆全身。 故应用时,只需知道症状发生位置为何处原始点所涵盖, 即可按推该处原始点,从中找到需要处理的原始痛点,而不需分辨并明。 参考各部位原始点涵盖范围示意图。 其中脊椎两侧原始痛点找法的基本原则是 前面的找后面,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这是介绍一条脊椎的应用。 前面找后面,那背后旁边的找中间,那脊椎中间的下面找上面。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下面的图。 这里就是在解释这个脊椎的应用。 前面有问题,我们就找背后的脊椎。 那下一个图。 这里也是,那背部所有的痛,旁边找中间。 那中间痛,找上面。 那这样根本不用再记, 什么穴位啊,经络啊,这个都把,等于几千年来中医的经络学怎么样。 简单讲,进一步简化啦,简化。 而且不用记,我相信你们听完一遍,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位置。 反正上面的往上找,四肢都是这样。 那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原始点。 而原始点刚好恰恰就在患处最上方的上面,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距离症状是非常近的。 其实中医最难记的就是经络穴位,就是位置。 背太多,简化之后你们根本不用背。 而且脊椎要不要问背说穴位在哪里,不用。 旁开一指宽就可以按得到,那马上就可以应用。 好,那我们继续来把后面的蚊子也念完。 找到原始痛点后,按推力量需由轻而重,以测定最适宜的力度,以略感酸痛为宜。 过重,如强烈疼痛感,则已造成伤害。 太轻而几乎没有酸痛感,则效果不佳。 对于虚弱者,手法更要轻柔。 甚至必须先用指腹或掌根,慢慢做舒缓处理。 按推时间则因病情不同,很难加以规定。 也许几秒钟,也许二三十分钟。 虚弱者因上述原因,费时更久。 但无论按推时间长短,只要症状减轻,即可停止操作。 期间要注意补充内外热源。 重症者一天可按推两次,轻症者可两三天按推一次,也可每天按推一次,当作保健。 每个点按推约三秒,可来回处理两至三遍。 总之,按推之力量、时间与次数,都应是病情需要而定,并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好,其实如果你们刚刚练过的这几项大原则记起来的话,你们在按推不至于出问题。 因为它这里规定的非常严格,就是你一个痛点只能按九秒,力道以患者能承受。 这个要点记起来,那就不至于过重消耗患者的热能。 尤其在重病的处理上,是不至于出事的。 那这里要临床上会发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患者揉起来很痒,有没有,他根本不让你揉。 或是轻轻一碰就很痛。 如果遇到这种临床上实际的问题,我建议可以先温敷。 温敷完再按,也许他就能够接受了。 这个先注意一下。 那如果他真的温敷完还是轻轻一碰就很痛。 但是我相信温敷完他那个人承受力就会稍微大。 那你还是要以他能接受的力量为主。 好,那我们继续把后面的也念一下。 手法操作应遵循如下三项原则。 一、安全原则,即按推不可太重、太久、太频繁。 二、有效原则,即位置精准、见效极致。 三、经济原则,即失作者以最省力的方式让患者承受最小的痛苦而达到解症的效果。 患处可温敷,不可按推。 但此患处若刚好位于其他症状相对应的原始痛点上。 为解决其他症状,应先按推此患处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再按推与此患处重叠的原始痛点。 而原始痛点若有伤口或肿胀,亦不可按推。 有极少部分患者,在症状相对应的原始点找不到痛点,可往上延伸寻找。 好,这样我这里要提的,就是说患处不可按推,但可以温敷。 患处比如说,它刚好在原始点了。 比如说手背部这里原始点在痛。 那能不能按推?当然不能按推。 但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按推的。 比如说,它手指头也在痛。 这时候它是开关,又是患处。 这时候可不可以?可以推。 但是按推一定要注意次序。 先按轴部原始点,把手背部的痛点解决了。 然后再怎么样?进一步按推手背部的原始点。 这样整个程序,我认为比较符合临床。 患者也会比较轻松。 好,那可温敷这个就是问题了。 如果对症,一般按了一定有效。 但我刚刚讲的,如果是壮的组织受损呢? 多属本处体伤。 这时候你按是不能见效的。 这时候要靠什么? 温敷,喝姜汤。 所以为什么中医会有一针二灸? 其实我一路坐下来,道理就在这里。 因为症只能解决症。 但到了壮的组织受损,必须要内外热源。 好。